我现在是来到咸阳卫城区的一个村里 在我背后就是围着西汉的一座皇陵 它就是为汉原帝刘氏 它的墓主非常大像一座山 我们要走旁边的小路到它下面去看一看 这汉原帝时期可以说是整个西汉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 这个大汉王朝也是从此由强盛走向衰落 它是宣帝刘荀和许平君在民间时所生的一个儿子 所以非常喜欢它 现在我们沿着的小路一直往前面去走 它这里古代人墓还有现代人墓都是非常多 它这里不愧是地灵 真的非常气派 在这里四周并没有什么遮挡物 所以看整座地灵是非常的清晰 根据这史书上所记载的这汉原帝 它是柔人好如 它非常仁慈 喜欢儒生 当它还是皇太子的时候 它看着自己的父亲刘荀 动不动对自己大臣就用心 所以它有些不忍 所以它就趁它父亲吃饭的时候 很委婉地劝汉原帝刘荀 就说陛下使用刑罚是略为有些严格 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没有想到这汉原帝天后是脸色的大便 这汉原帝就立声说道 这汉家只有汉家的制度 应该霸道和王道皆用之 怎么能像周朝那样单单使用德政呢 更何况那群输入 他们是后谷薄金 不能洞察事实之变化 就是明和时之间也不能分清 汉原帝说完就叹息道 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这时候说的家就是大汉王朝的记忆 因为汉原帝刘荀 他和许平君是结发夫妻 这刘荀是他们在做皇帝之前所生的孩子 对他非常喜欢 所以就没有废除太子 在这里 它这些草全都是长满了路上 加上这段时间 它这里雨水是比较多 所以整个的路是比较泥泞 现在是有很多杂草 我们就不过去了 因为前方路 我们摸不清到底是什么样 在大家一个普遍的认知里面 这一个草带 它由胜转衰 多半是因为这个君主要么挥庸 要么无能 然而这刘氏确实是一个意外 如果从个人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优斗生 他是多才多艺 他弹琴古色 吹枭变曲 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他的缺点也是致命的 这毛主席就曾经评价过他 这汉朝是宣帝以来 这每况愈下 然而这汉原帝 好如学 好如生 他是完全摒弃了 他父亲的一套 自己天下的一个办法 他行事也是过于激进 犹豫不决 如果他不是因为帝王 这些毛病不算什么 他反而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整个的大汉王朝 所有的风雨 所有的担子 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所以他不能出现一丁点错误 在所有帝王看来 这外阙 这大天旁落 都是非常致命的 但是这些宦官 他们没有家事 你纵然给他很大的权利 但是他不会反叛 这整个的西汉到后期 宦官作乱是非常严重 他对宦官的一个过于信任 也是当时他对整个超级的一个误判 这两块呢 就是围着魏灵的围帽碑 他们都是分别立于这不同时期 在原地时期呢 是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到现在呢 都是让人惊惊了道 实际呢 他接手的是一个强大的王朝 其中的有一句话 到现在都是非常火 就是 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 说这句话的名将 就是陈汤 也就是为当时 原地时期的一元大将 他是都是与匈奴作战 都是围着汉家王朝 振回了严敏 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为召军出塞 他也是为这汉人帝时期 在这时期的匈奴呢 已经是不像这刘邦时期 冒毒山云那么强大 在其中呢 这忽汉爷山云 他是三次入朝安 去见大汉天子 在有一次呢 他说 他想要和这汉家天下 进行和亲 请求天子赐一个公主 面对这一个问题 这汉人帝 他是怎么想呢 在边疆战乱不断 百姓流离失所 这不是一个好的问题 与其战乱不如派一个公主过去 这样两家和亲 就不会有战乱 这百姓呢 也能有一个和平 既然答应之后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公主该从哪里找 他不能真的把皇帝女儿 给送过去 所以呢 他又召开庭椅 让大臣来出风化射 这大臣又说 这问题很简单 这告诉爷爷刘邦到现在来 和亲的事没少干 我们看以前的例子 陛下可以在宫室之间 找一名公主 去派往和亲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汉原帝呢 觉得是一个好办法 他就把各个王爷给叫过来 就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 我们要出一个公主 这些王爷呢 谁都不愿意 你皇帝的女儿是女儿 我们的女儿也是女儿 谁都不愿意把女儿 派往那么远的一个地方 也可能是 这个汉原帝 他的性格是比较人弱 这个王爷呢 就开始教训起来 汉原帝 就说 当年冒独残云 这么强大 他要求和亲 我们汉家庭下 也没有把真正公主派给他 到现在 这匈奴的力量 已经是大大不如从前 难道陛下 还要把真正公主派过去吗 这随便找个公主过去 不就完了 这次汉原帝 经过这些王爷的提醒 他就突然开窍了 你与其派公主 不如在公主之间 你找一个人 把他奉猬公主 这样 这匈奴 他也不知道 所以呢 他又盖着公主之间 他希望这些人呢 能够像毛髓之间一样 自己去承担 所以很多宫女听到 能够出去的消息 还是非常高兴 因为很多宫女呢 他既入宫以来 一入豪门深四海 更何况是皇宫 很多宫女呢 他进皇宫 是当不了皇妃 都是来干活的 更加上 这个皇宫的制度 是非常严格 能够小心翼翼的 混账退休 就非常不错 现在听到一个 能出去的消息 都非常高兴 但是当西姨一问 要远嫁他国 要离开自己生长故乡 去那么大老远 所以就谁都不愿意 这个呢 当皇帝非常为难 在这个时候 这王昭君就出来了 这王昭君何须人意 在当时呢 他被选派皇宫 是有一个画师 要把这些人的画像 全部画下来 给皇帝去看 因为这么多人 皇帝不可能全部看过来 他去看这些画像 有演员长得好的女子呢 他也留下来 作为妃子 所以呢 很多人就会必须 行贿这个画师 这个画师不敢说 把你画的是美若天仙 如果这样画得非常假 这皇帝肯定能看出来 他至少把你一些毛病 必须给掩盖掉 所以呢 很多人就向这个画师来行贿 到这王昭君手呢 这王昭君就非常宁 他就不行贿 这画师多次提点他 他都听不进去 这让这个画师 就非常不高兴 在有时候呢 祝然我们不去巴结别人 但是呢 得罪别人 护过也是非常严重 这画师 他向他要钱 并不是在乎这点银子 而是你王昭君 不给钱 你是破坏了这一个氛围 破坏了这个制度 所以呢 他给王昭君画像手呢 就做了一些改变 当然了 你不能故意 把这个人画太手 这又考验这个画师的一个水平 看着刺他 但是又让人非常厌恶 据说呢 当时这个画师在他脸上 是点了一颗字 这个字呢 在一个不好的位置 所以呢 汉原帝就没有看上他 这王昭君呢 他想法是与其他人不一样 他想的与其是终老皇宫之内 不如呢 是出去混一个第一夫人 也不错 所以呢 他就踊跃报名 这让汉原帝非常高兴 人选选好之后呢 再有一次 在红韩爷来之后 就把这个王昭君 带出来 给这个参与 看一看 没有想到在王昭君出来之后 这汉原帝 这个下巴都快掉在地上 没有想到 在自己的皇宫之内 在自己的不远处 就有这么一位美人 这王昭君呢 可是中国历史上 出名的美人之一 这汉原帝 看了之后呢 肯定是非常喜欢 但是呢 他是天子 他不能出尔反尔 这红韩爷也不是傻子 你要给他换 他肯定也不愿意 所以呢 这王昭君 就代表汉朝 去前往匈奴 这昭君出宰 在历史上也是非常出名 他为这个匈奴和汉朝 他们之间 也是缓和了很多代的关系 这汉原帝 他在42岁的时候呢 是病死于魏阳公 他执政长达16年 在他的统治时期 这大汉王朝 也是走向衰落的一个开始 在他去世之后 就是葬于这里的魏林 在他西北不远处 就是为他皇后的一座合葬墓 他整个墓种呢 也是非常高大 达到30米 底下的周昌 也是有600多米 在他东北不远处 是为他的陪葬墓 雍世有28座 这几座墓呢是排列整齐 几乎是由四行 一行七列 所以呢被当地人称为是28星宿 这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来这里 看到魏林 那我们下期视频见 再见